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4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医疗与保健 我们今天请老师继续讲内治法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内治法的介绍 二 内治法 药食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要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含 凉 凭 平 温热之特性 此二者皆可影响热能作用与组织器官运作 但药性主要是透过其温热特性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加速修复体伤 从而达到治愈疾病及抗老增受的目的 故属保健 成分主要是从而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控制症状及异常指数的目的 故属医疗 其实从这个内治法就可以看出东方医学跟西方医学的不一样 西方医学因为有借助科学仪器 它就可以从我们的这些饮食食物里面抽取它认为可以改变我们组织器官运作的成分出来 但我们的东西里面本来就有药性 它本来药性它就有分寒热 但是成分跟药性从一个食物里面 它的成分本来就有了 它有很多成分 西只是抽取它特别的有效成分 然后淬炼出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集中成分变成西药 来透过成分来改变 来控制疾病 那中医呢或原始点 它重要性是怎么样 它本来就是很多成分 然后最后显现的就是 它到底有温热凭凉寒这一些特性 那我们要取的是什么 以原始点的角度就是要以温热特性 那你就要去了解 借助这个东西的温热药性 来达到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选江 江心属温 所以这些是温热的 所以为什么涂了会发热 尤其越搓越热 你冰块你一直涂 会发热吗 我看越涂越凉 对吧 因为它有药性的不一样 那所以从成分跟药性 就分出两个医学 最后会走向不一样的路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在谈 中西医要合并 你整合会不会成功 百分百不会成功 不是我看坏 因为两个的理念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整合 两个个性南沿北侧 看到没有打架起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还保持精子 风度已经不错了 你叫他两个合在一起 结婚在一起 然后每天睡在一起 哎呀 同床异梦啊 真的很痛苦的 所以这种勉强的结合 是不可能成的 从这一段你就隐约看出 这也种下了 中西医是不可能整合的 所以中医也不要妄想说 靠近西医能够讨到什么好处 西医会用你的方法 你看中西医整合谈了那么久 也有西医院 辐射中医部那么久 你看他们的西药有用药性的吗 他们继续用他们的成分啊 那中医呢 继续用改善体质的方法 那就是药性嘛 好 那很显然 这个药性跟成分 主导着我们 人类健康的两个很大的思维 从内置法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两者你们就知道 一个东西里面一定有它的药性 还有它怎么样 里面有一些成分 那如果重视成分的是西医 那重视药性的那就是中医 中医为什么我说它没有成分之说呢 古代哪有现在科学仪器 还可以抽取它什么成分 还可以来检验 有这种工具吗 古代根本没有 所以它只能神龙藏百草 藏一藏 吃进去 它这个是温热或寒凉 那万一吃有毒性 就倒下去给你看 那不断地倒几次 它就知道 但是神龙藏百草 那个故事听听就好 哪有吃了毒的 它可以 九命怪猫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嘛 吃了一次又活下来 吃了一次又活下来 然后终于它知道 然后记录这个有毒这个没毒 我看是有一点难度啦 但是反正故事归故事 中医的发展几千年来 它也把那个药性 还有这个药有什么功效 都写得很好 但这些如果谈药性 到底有没有功效 哇 这后面我们就要展开来谈 所以你别看那个薄薄的 薄薄的已经把中医的 很多到底是对或错 其实隐约都已经把它讲清楚了 但我现在只是点到为止 我就不先说 那中医是从药性 那西医成分之说就一路走到底了 我告诉各位不会变了 它也不会变 中医也不可能变了 它一变就变西医了 所以现在很多中医也在谈成分 他说哎呀 你吃东西要注意哦 它里面含有多少卡路里哦 然后有什么高蛋白哦 有多少热量哦 你每一天病人你要补充多少哦 中医也会跟你讲 要注意哦 你要多吃水果啊 它里面有维他命ABCD哦 当中医跟你这样讲你就知道 这个中医已经被西医合并之后 他已经怎么样 被改造了 所以他们在讲出这样的话 已经不属于中医的部分 所以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 中医什么博士啊 那些越高学历 他已经怎么样 越接受很多西医 他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医 所以我说他是西医派来的间谍 我称他们是来当尾充穿着中医的衣服 但讲出来的却是西医的成分之说 那你看只要中医讲成分 他一定是西医的间谍 你这样讲你这样就很容易理解 那纯粹的中医是不讲成分的 不可能嘛 两个是不同的思维 那会不会改变 你一改变你就是变 你中医谈成分 你就一改变你就是西医了 你已经不属于中医了 这个很严重哦 然后他也不会在乎 他里面的寒热的问题了 那所有的治疗的思维怎么样 全部一定要改变 彻底改变你才有办法 那他会这样讲 就是他已经完全被改造了 这是最基本 也就是这一个点没有站稳 你失之好理 差之千理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两种要素我们都已经介绍清楚了 我们来看 那个内治法我刚刚也有讲 你这里 我们念一下好了 你看哦 热能是透过他的什么温热特性 这里就点出来 从因改善怎么样 热能不足 然后达到增强体力 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加速修复体伤 然后从而达到治疑疾病 抗扰征受 你看我每一句都是照图这样写的 你们以为我很厉害 怎么都能够写出这样的文词 然后那一天树来 他就改善热能不足 恢复我们身体正常运作 我发现他已经中我的读了 一讲出来就知道 这些词都是原始点的文词 但讲久了 你会言之成理哦 这很顺畅 也合乎道理哦 你口中一讲出什么话 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学原始点 你只要读久了 我告诉你 这些词句你都背得起来 因为我从头都是这样 从头到尾都这样用 所以你们原始点很好读啦 你前面只要这几句背起来 你再看后面就是这几句 再绕来绕去 有时候写长一点 有时候挤不下的时候 我就写短一点 所以每一篇都写到刚刚好 就解释了 也不占书本 很好用的 讲的就是一样的内容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提醒各位而已 那我们把医疗跟保健内服的方式 已经讲得很彻底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它的应用 看下面 生活中 常利用药食之成分 药性来疗愈疾病 及抗老增瘦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 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 诸如碱性食物 未可改变酸性体质 升级饮食 胃壳保全营养成分 人造维生素 水果酵素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 西药等多数含粮 其皆聚焦在成分 而非药性 其中 属医疗者 仅有出疫苗外的西药 疫苗及时下流行的助法 其成分 既无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控制症状 及异常指数之功 其药性 义无改善热能不足 加速修复体伤 以达到 自愈疾病 及抗老增瘦之效 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固兑身体 必多余力 虽然西医宣称 接种疫苗可产生抗体 即使感染病毒 也会使症状减轻 死亡减少 但无论其统计数字 如何支撑这一观点 却无法磨灭 疫苗 急寒 接种后 会严重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 导致疾病 乃至死亡的这一事实 所以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恐未蒙其力 以先受其害 此外 病毒 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只需 暂避风头即可 万一感染 而有症状 根本解决之道 是通过观察症状 以按推 与热源 从因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 恢复正常运作 从而达到 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这一段 你真的稍微看一下 我前面这样讲过之后 你就很容易看出 我们现在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 意义就到尽了 这里就把它前盘拖出 你看它的写法 然后看它是用什么思维 是用成分的思维 还是用药性 你就知道 这个思维是来自于哪里 像谈成分就是来自于西方 那如果谈药性一定来自于东方 也就是中医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 这里 一开始就讲 我们透过医疗保健来分析 这些我们现在常常应用 比如说 碱性食物可以改变酸性体质 那碱性是属于药性 还是谈成分 先分出来 碱性是什么 成分 它通过检验的 所以一看就知道 这一定是西医来的方法 是西方的思维 然后生机饮食 为什么要生机 因为生食 它认为主过的东西 会破坏里面的成分 所以生食可以保健成分 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生机饮食 所以生机 这个一生 这个生就是跟我们主熟相对待的词 生食 我们说生食 好 那人造维生素 就是像维他命ABCD 或综合 这些维他命 都是属于 水果酵素 也是在谈 维他命ABCD的问题 水果含有什么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等 疫苗谈成分还是谈药性 当然是成分 西药也是 所以全部这样 很多养生包括西药 全部都是成分 那这些 一列出来 原来我们很多养生保健的概念 已经被西方的思维怎么样 所影响了 那这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吗 好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一一分析了 这些 前面列的这些成分 好 我问各位 这些成分 成分前面已经介绍 它是为了改变我们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致病或控制异常的目的 异常指数的目的 那我问各位 这些生金饮食 有维他命ABCD 它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 你知道医疗 好 要快速解决疾病 你吃这些维他命 可以快速解决疾病吗 达不到 所以它没有医疗 即便它们在谈成分 也达不到 只有西药有 其他通通没有 好 那如果这样说来 那个药食只有两种功效 不是医疗就是保健功效 好 那医疗达不到 我们来看保健 那保健要有怎么样 温热的特性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那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什么 寒凉嘛 那这样说来 它也没办法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甚至还会消耗热能 那这样说来 它不但没有保健 还会把我们身体搞垮 副作用还会蛮大 人家说吃药三分毒 那个毒就这样来的 是这样 好所以它也没有保健功效 那既没有医疗又没有保健功效 那这种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就对身体不好嘛 两种都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疾病 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抗老增受 那不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嘛 甚至还有 还会有副作用 好 所以必多以利 简单讲 前面这些养生保健方法 亦以避之 必多以利 但是一般人怎么会懂 但是我简简单单把它分类 你们一定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这样说来 你们还会生机饮食吗 不会了啦 还要保持什么营养成分 不会了 好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下面 这里特别提出疫苗 因为最近病毒前一阵子也让全球很困惑嘛 那到底疫苗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来进一步来谈 西医宣称疫苗 接种疫苗可以产生抗体 其实抗体抗什么 抗病毒 它是针对病毒而来的 但是你抗病毒还会感染病毒 这就厉害了 你抗病毒应该打了就不会感染才对啊 还会感染 事后也正式会感染 那就是有问题了 那到底它既然你说要预防疾病 就是打疫苗接种疫苗就是要预防疾病 它也达不到 好 那问题打了之后它疾寒会产生什么 消耗 严重消耗热能啊 那如果你有体伤会加重体伤啊 那加重体伤你马上就会产生疾病 所以很多人打了就产生疾病了 那本来没有疾病本来要预防未来的疾病 结果一打自己先生病 然后再来呢严重一点呢 有没有被打死了 你们看新闻 那这个不是我讲的 有啊 台湾就是这样 我这一次也是 我本来我理已经通了 但是在看新闻我更确定了 为什么 台湾当时候感染的时候 台湾严格封控嘛 也不准国外的进来嘛 会很严格把守嘛 所以大部分都是内部 那内部只要哪个 你去Costco买东西 结果有一个感染 他就把这个店关三天消毒 然后很严格的啊 那民众出去一定要戴口罩 好 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感染 因感染而病亡的人数 八百多个 差不多 我大约数据啦 不是很准确 因为年纪也大了 可能有一些数字不是那么精准 但是是八百多个 然后那时候 因为国外都在打疫苗嘛 台湾也引进了疫苗 之后就开始打了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那接种之后 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七八个月之后 然后两者再来统计 感染这一段时间 死的八百多个 没有打疫苗 感染死的八百多个 那这一段时间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 疑似接种疫苗 这样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个 而且那个人数统计出来 竟然比感染死掉的还要多 我看这个新闻怎么会那么荒谬 但大家看到这种数据竟然还鼓励民众打疫苗 我就不知道 而且很明显嘛 打了疫苗很多就开始什么 本来没有头痛的变头痛 本来没有肌肉酸痛的也变 然后再来全身无力以后 以后打了就命尾了 我看过几个啊 就是打了 最后什么本来好好的变白血病 检查出来变白血病 来基金会很快就走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到快走了 神心难救 因为极寒啊 好 那你看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 哎呀 这个你谈成分 就会落入这种迷思 所以不要再 我说你从成分到底成分能治疗什么 你一定要很清楚 自慰病只有原始点 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所以还有人说可以预防疾病的 那个都有一点扯了 那你看这个不但不能预防 他打了还是感染嘛 那已经 那他们宣称 这样他们还有什么理由 宣称要接种疫苗 好 他既然感染 他们就退缩了 本来说接种疫苗不会感染 现在中口说还是会感染 但是还是要打 为什么 因为打了 你以后即便感染了 你症状会减轻 死亡的人数据统计也会减少 西医最喜欢用统计来说服大家 但是你从原始点的理论 你几乎可以动穿这种说法 非常有问题 对吧 你打了身体变寒 你怎么会有抵抗力 以后会死是因为热能不够才会死 没有体力才会死 那打了又感染 那热能更加不足的时候体伤加重 当然就走了 那怎么会减少死亡呢 这个也达不到 但是好 他们有统计数字 我没有统计数字 我只好要不要跟他们辩驳 我不可能跟他们辩 我也辩不赢他们 因为他们都经过很严密的统计数字出来的 那我怎么说赢他们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错的 那只好在写这一篇的时候 我就写得很委婉 你看我是怎么写的 虽然西医宣称接种疫苗可以产生这样 那统计数字也不断地在宣称这一观点 我也都把事实都写出来 但我这里就开始批评了 却无法谋灭疫苗疾寒 接种或会严重消耗热能加重体伤 导致疾病来自死亡的这一事实 我讲事实 我不要跟你讲统计数字 反正我也辩不过你们 好了 我就算承认 但你打下去你马上就出现了这些 对不对 那这些统计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隐含着是这样批判 然后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 孔未蒙其力以先受其害 所以当时候说出国一定要打疫苗 然后你还要有什么卡 然后才能出去 我不知道会几年 这种才会消失 但是我知道病毒一定会消失 所以我说如果要我打疫苗 出国讲学 我这一辈子绝不出国 我跟各位讲真的 这是原则性问题 我绝不干这种事 我自己都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我怎么会打疫苗 所以我不干这种事 糊涂事我不做 所以我很清楚 终于等啊等啊等到今天来这里 不用再要打疫苗要检查 然后直接通关 连口罩都不用戴 好 我自由了 我的自由来自于没办法 法令就是这样规定 我毕竟活在人间 是吧 那只能接近 但心理清楚 如果想 我只是想表达的就是 学过原始点的人 对于这种病毒 看得很清楚 你们会不会害怕 感染了会不会害怕 你们会不会去打点滴 会不会都不会 那 那你们应该活得很自在 即便感染了都不怕 那你们会问我 我有没有感染 我一照样感染 我根本不喜欢戴口罩的 但是我这个不是金刚不坏之身 我一样跟一样是肉体做的 所以我感染了 我发现还真猛 一感染之后 我感觉全身发烧 全身无力 没有实意 完全没有实意 突然间没有体力 然后开始暴躁 短短一两天 我用原始点来评断 我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显像已现 这些症状不都是显像已现 你没有体力 躺在床上 我知道 我几天从一个健康的人 然后跳过轻重症 直接到重病来 哇 这可猛了 那只好怎么办 我会不会害怕 我连走到哪一步我都知道 我说连以后我死都要抑制十字 你们有没有办法做到抑制十字 没有 薛烟十点竟然没办法 我告诉你们 你们只要到哪一天 然后呼吸有一点困难 然后你面无光泽 食不下 甚至水肿 你已经食日无多了 食日无多就是一知十字嘛 差不多有几天人活 大概心里就有数 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 回去读诊断与治疗 读完一定知道 所以我心里清楚 我走到哪一步会不会挂 走到命违才会挂 那如果到命违 我还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要锻炼体力 心态要好 不能有一点恐惧 消耗热能 然后我充分休息 然后懂得温敷 我要死也很难 所以我很清楚 我找到命违而已 还没有到 走到显向一线 我根本不怕的 然后瘦下来 然后就好 开始锻炼体力 我真的啊 我就坐啊 爬楼 因为我家 一推开房门 就走楼梯 十六楼开始爬了 我本来都爬六趟的 生病的时候 刚开始爬几趟 两趟就爬得很喘 哇 寸步难行 慢慢爬 还有爬几层 就休息一下 是这样 刚开始是这样 慢慢锻炼体力之后 慢慢从 一天只能吃一两小口 慢慢变成半碗 到最后一碗 这样 差不多 这一次也让我经历 差不多将近一个月 才完全修复好 我不病则已 我有时候好几年没有病 一病就导给大家看 去不了基金会 但这个过程中 内心我跟各位讲 很自在 完全不会被疾病 那种恐惧 很多人生病 最没有福报 就是会恐惧 一恐惧就消耗热能 这个学原始点绝对不会 那又懂得保养 所以我差不多一个月 完全康复 那最后好像还有 感染到一点点 第一 第二次来试 就没有那么凶 好像身体也慢慢适应 好 我要讲这个就是 这些对或错 从成分来讲 你们一定要清楚 含量对我们身体是怎么样 帮助不大 以原始点的角度 好 那我们这一段 就谈到这样 我们再来看下来 温热性药食 是通过其药性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虽不求治病之功 却可受因变 却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以达到赐予疾病 及抗劳增瘦的保健目的 所以它不仅适用于所有体质 还可长期服用 但温热性药食 但温热性药食 为何不像含量性吸药 可通过其成分来解决疾病 为了阐明其中道理 就举外内热源作为例子 比如用红豆袋加热外敷 可改善各种症状 如果是其成分有效 为何吃红豆 却不见效 外敷时 又何须先加热 再如经晒干炒过的干姜片 与鲜姜片的成分相同 为何疗效却不相同 冷浮姜汤 其成分不变 为何疗效不张 此皆因加热 可改变药性 而使红豆袋与姜 成为热源 也正是这种热源 才能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加速修复体伤 从而达到养生保健 治愈疾病的功效 由此可见 温热性药食 能使症状痊愈 是通过其药性 而非其成分 写得很清楚 好 我跟上面 我再补充一下 它上面有一句话 就是病毒 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对不对 它一定会过去 是人为把它弄过去 还是它自然会消失呢 自然界就有这种调节能力呢 好 这一次病毒来了 全球都感染 病毒去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 打疫苗 所以病毒消失了吗 是这样吗 不是哦 是自然界 它就会把它调节 然后这些病毒就自然远离我们 每一个年代 都会有病毒 也有瘟疫 种种的感染 到最后都不是人为处理好的 你看台湾以前的SARS 来的时候也很凶猛 然后SARS最后是找到解决SARS的病毒 把它扑灭了 所以我们就从此不在吗 所以很显然西医以病毒作为主要的议题 是找错题目了嘛 因为病毒它就是会走掉 它来得及去得也快 那来得及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病毒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而已 其实很简单嘛 它来世很凶 我们避其风头嘛 我们躲它可以吧 尽量不要感染 因为感染 你们如果有学严实点就还好 心里很TUS 那没有学严实点 你一感染就有时候去打点滴 越打越严重 甚至就热能就更消耗就挂掉 都有可能 所以病毒来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 就是先离开群众 然后出去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然后回来照常你的工作 其实就是过正常生活 也不用说哎呀怕到怎么样 都不用 然后病毒会随时间而消失 所以你从这一次这样我们来看 既然不是西医的功劳 也不是打疫苗的功劳 然后大家花了那么多 研究费用 打了那么多疫苗 每一个国家 不是美国 每一个国家都为了接种疫苗 占我们的GVP 很重啊 那个费用很重啊 每个民众都要打 那个费用 打了如果有意义还好 又没有意义 那病毒最后消失又不是它解决的 是自然 所以你读起来 你就会有一种感慨啊 那人类就是这样 没办法 西医主导的 好 那既然前面都讲寒凉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谈温乐 你们看这个温乐 我第一个 这些温乐特性 其实在前面已经讲过 我就不重复 它借助温乐特性 来改善热能不足 这些理论我们讲过 那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 好 下面下一页 它说温乐药食 为何不像含良性吸药 是通过成分来解决疾病 为什么我说药性 有人说应该是成分吧 好 那我们怎么来说它是药性 好 我们下面就是举了例子 把这个道理来说清楚 好 比如说我们用红豆袋 加热外敷 可改善各种症状 好 加热就是温乐特性 这个是属药性 那如果不是药性 那你说是成分 那成分有效 我们就应该吃红豆才对 那问题吃红豆 你病会好吗 不会啊 如果会好 我们就不用做红豆袋 我们每天吃红豆就好了 也不是嘛 好 那如果说红豆有效 假设有红豆有效 那我们应该是披着红豆我们就会好啊 因为患者会问 你说披红豆会改善 但我为什么披红豆都没有改善 我就问他 那你有没有微波 他说没有啊 我说没有 你去微波再来复看看 我问有哦 有热热的 我满舒服 为什么 要加热啊 可见是热性啊 温热特性 而不是成分 从这里举例 是在谈这一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一样的姜片 干姜片是经过晒干炒过 生姜片不是 它只有晒干 所以两者来比较 哪一个温热特性比较强 干姜片 比生姜片强哦 干姜片跟生姜片的成分 一样不一样 当然一样啊 那一样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功效 那就是一个比较温热 如果对虚寒的人 他就特别需要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接下去我又提一个问题 那同样是姜汤 应该都有效抬醉啊 但为什么凉掉之后你再来喝 有些重病患者就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冷冷的进去 我们要吸收它 要消耗更多的热能 重病本来热能就不够 所以它就会出问题 所以冷服姜汤 有些就没有 效果就不脏了 甚至还会出问题 是这样写的 那这样很明显嘛 成分都相同 冷服了就不行 那就代表药性 真正影响我们身体的是 成分还是药性 还真的是药性啊 从这里来看 那原始点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句话很重要 此皆因 这几个例子都是因为什么 因加热可改变药性 而使红豆袋跟浆成为我们要的外内热源 是这样来的 好 那这个外内热源有什么作用 也正是这个热源才能改善我们什么 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这个都是公司化 我就不念了 每一段我都是这样写 写起来文字都很美 你们多读几遍 以后很好背的 读起书来 你看读前面你把它背熟了 后面都没有负担的 很容易消化 不消耗热能的 然后一看头就知道我尾巴要写什么 读书有这么简单的都好 好 那你看这个热源可以改善这么多 你看这个外内热源 我们写热源 它正是这个热源可以改善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你看后面都是在写这个 好 那这样很显然嘛 它因为加热改变药性 使红豆袋跟那个浆成为热源 那所以它有这样的功效 当然就是透过其药性 这就证实了嘛 而不是透过成分嘛 所以这一段写出来 在没读原始点 常常人家说要不要有什么学历背景 要不要有医学背景 根本不要 对不对 你们这样讲听得懂吗 那听得懂就是 你们都是医学系来的吗 根本都不是嘛 门外啊 但是听得懂你们也会用 这个就是最有用 所以其实这样讲我相信大家都懂 举的例子也很浅显 所以我们就知道原始点是透过药性而非成分 所以以后谈成分 人家在跟你讲 这个什么高热量啊 那这个是维他命ABCD很好啊 所以要生死 你还要不要听 以原始点角度 那个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播 医疗与保健室 谢谢大家 再见